有没有一种可能 苹果挤牙膏完全是因为研发能力一直都被高估了 说实话还真的有这个可能啊 这些年来苹果是搞啥啥失败啊 比如号参要研发最强电动车 结果连样车都没造出来 要做自动驾驶 现在连团队都快解散了 自动驾驶连华为和特斯拉的尾灯都遮不上 还有前两年 苹果也立刻要搞出自己的5G基带芯片 摆脱对高通的依赖 结果呢 啥也没有啊 9月11号还被迫与高通延长了三年的5G基带授权合同 只能说面子和里子全丢光了 这可不是我瞎说啊 为了它 苹果一度与高通大打关系 还到处讲高通的坏话 说他们太坑人了 收的费用太高了 是高通税 其实苹果是最没资格说这句话的 因为他们自己苹果税的屁股还没擦干净了 就指责别人收费太多 反正当时两家闹得是沸沸扬扬 在全球大打关系 苹果也是一副与死网破的强势态度 当时还让很多手机厂商特别同情和佩服 结果呢 没过两年就贵了 扛不住压力 就主动赔钱了事 乖乖的和高通和解了 把面子都给丢光了 但是和解后 苹果是打心里不服气的 于是决定挑战高通 自己搞研发 为此啊 他们还专门花了10亿美元 收购了一批专业团队 而结果呢 年年都传出苹果要用上自研的5G基带芯片 但每一次都是虚晃一枪 还是照着用高通的外挂基带 到现在 干脆大家都不说了 你要说5G基带很难 那也就算了 问题是隔壁华为早在2018年 就自研出了全球首款5G基带芯片 被美国制裁三年后还能满血复活 结果苹果可倒好 华为在原地等了整整五年时间 他们乐是没追上啊 估摸着再给三年时间 也还是追不上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苹果被制裁了呢 5G基带芯片其实说难也不难 它就是负责手机的5G通信网络功能 当然啊 它不只要支持5G 而是要连4G 3G 2G 都得要支持 所以芯片制成不难 难的是 如何同时将几代相关技术 安在同一个基带上 苹果虽然研发手机芯片厉害 但是基带芯片的技术啊 确实拉垮 第一代iPhone手机就只能支持两G网络 远远落后于当时主流的三G 于是在第二代iPhone手机上 苹果选择购买英飞林的三G基带芯片 可又因为其信号质量太差 老未投诉 无奈之下 苹果找上了高通 希望它能给苹果提供质量好的基带芯片 于是从iPhone4开始 苹果手机信号的问题 才缓解了一下 不过他们的技术也不到位啊 只能采用外挂的模式 在网络不好的地方 手机就会没信号 也不对啊 没有5G基站的地方 苹果的5G信号倒是挺牛的 反正就一句话 苹果崛起 还有高通的一部分功劳 不然可能早就被淘汰了 结果苹果做大以后 手机越卖越贵 对高通的意见就开始多了起来 高通收费 那可是按照手机的售价来收的 以前价格卖的低的时候 还没啥感觉 现在卖贵了 那就得缴纳更多的费用啊 后来他们算了一笔账 发现从2015年开始 苹果已经给高通支付了 超过80亿美元的专利授权费 苹果瞬间就不乐意了 于是就要求高通降价 你不降价 我就不用你们的基带芯片了 高通是谁啊 那可是全球专利霸主啊 岂能轻易地被你苹果拿捏住 苹果也是相当牛 真的就不用了 而且是一纸塑状 把高通告上了法营 说才搞垄断 但是没有基带芯片也不行啊 于是他们又跑去跟英特尔合作 研发基带芯片 可惜的是啊 苹果空有这份雄心壮志 怎奈自己和英特尔都不给力 他们不仅绕不过高通的专利墙 而且生产出来的基带芯片 信号也是非常差劲 这下苹果公司就尴尬了 原先口号喊得有多强 现在脸就被打得有多疼啊 于是在2019年 苹果只得向高通低头 交了47亿美元的和解费 重新用回高通的基带芯片 不过 虽然苹果嘴巴上认错 但是内心却不服气 反而觉得是英特尔拖累了自己 让自己丢了面子 于是苹果就决定自己搞 他们花了10亿美元 收购了英特尔的芯片部门 然后再派出公司的金锐 一起公关基带芯片 结果特别尴尬 每年果粉都在期待 苹果自己的5G基带 结果年年都被放鸽子 直到现在 干脆不说了 直接向高通再妥协三年 苹果的研发实力 是值得怀疑的 其实了解苹果的人都知道啊 苹果不仅是基带 就连因以为豪的低带出摸屏 他们只是拿起来组装而已 创新能力强不代表研发能力强 现在的苹果连创新都不想做了 那么研发能力自然会一降再降 说句不好听的 苹果可能也终将死于时代的淘汰